Fennis 今年的新人獎成績很好 有什麼心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今年是托賴 我覺得自己的成績都是滿意 而且很感恩今年所有幫過自己的人 因為我覺得這一行的行業 無論你自己有多厲害 我不是說我多厲害 但你去到多厲害也好 你沒有旁邊的人幫你 你都不會成功 所以今年很感謝幫過我的人 無論是作曲的Christopher Track 或者是我的經理人 或者是公司的同事 所有幫過的人 我都要好好地感謝他們 還有其實我記得 我獲獎的時候 第一次是不懂得反應的 因為原來真的上到台 是會空白一片 因為我自小都沒有什麼獲獎運 那這次算是最豐收的一次 所以很開心 不懂得怎麼反應 然後回到家才能感受到那種喜悅 你是在將來的發展 你是在那裡擔心嗎 那一定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 掌控是對我的一個鼓勵 也都加重了我的信心 去做更加多 跳出自己的conference zone 去試多些不同音樂的類型 所以是很感恩 那你跟他說 你接下來有什麼的相信意 今年 其實我講一下今年的目標 今年的目標就是 希望跟自己喜歡的音樂人合作 而我亦都廣發這個邀請 可能在班長禮後台見到一些歌手 就會向他邀歌 或者私底下認識一些音樂人 就會跟他邀歌 那至今有些歌曲已經定了下來 亦都肯答應我去寫給我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有沒有一些bucket list 就是很陽光的音樂人 其實bucket list一直都有 而我也有發出邀請 那大家期待一下 今年是 我想around 有暫時 有兩首都是我好喜歡的音樂人合作 那暫時就先代定了兩首 那接下來就希望愈來愈多合作 我這樣 今年新出道 也有這麼好幾天 有很多的鼓勵 或者是放心一點 放心就一定有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 他們都不是很 即是怎樣說 不是很害怕我 究竟這行的發展會怎樣 今次拿了兩個獎 其實他們更開心過我 我還記得我媽媽 一落台 很眼濕濕地走過來 感覺到我都未哭出來 她已經眼濕濕 所以是很感動 而且很感謝家人的支持 因為 才可以令我在外面無憂無慮地做事 他們就在背後支持我 既然可以令我羅人 我而已 特別是想走 And� esqu當堂 我 疼 在對 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